大家好,我陈老师 我们来补充一下 我们在9月15号直播里面没有讲到的部分 我们知道加拿大现在对中国的电动汽车产生了一个制裁 中国也反制裁他们的油菜籽 问题是加拿大本身它并没有所谓的电动车的产业 所以说它这个制裁就显得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你制裁一个你自己没有这个产业的保护措施 中国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另外一个优势是什么 是在于它的涅矿 涅矿其实每一个先进国家 他们其实都有提炼涅矿的能力 元素周期表 所以说我们其实都可以知道 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有提炼涅矿的能力 但是是在于你的一个精度能够躲高 现在中国它去跟印尼去做一个战略合作 因为印尼它是有非常富含许多涅矿的存在 而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要跟中国合作呢 当然第一个是他们东协之间 这个东西合作起来当然是比较方便的 而第二个就是什么因为中国的一个提炼技术 是属于世界顶尖的 而涅矿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汽车电池 或者其他未来各个产业所使用到的电池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是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 它就说了一句话 它说什么呢 中国利用关键技术成功重塑了涅矿行业 这个事实让西方的企业非常恼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受到中国的排挤 对没有听错是中国排挤了他们 他们没办法进这个圈来玩 玩了也不公平 所以哪一些部分就包含了什么 包含中期在他们政府获得的补贴跟贷款 还有环境以及劳工问题上获得的不公平的优势 这个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你是不能够轻易罢工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制度存在 当然也是 第二个就是中国如果政府要去做补贴 它是言出必行 那各位不要想是说美国他做补贴 或其他的先进国家做补贴 他们一定会拿到 然后像英特尔他就不一定就可以拿到 那个美国政府所承诺 承诺他要去补贴这些金额 一开始我们都是用说会补贴你 但是呢你的paper 你的一些文件啊 或者你一些的报告 你要送进来 我们省过了 然后从这个额度里面去拨给你 那中国比较不一样 好像过去我们知道中国比较腐败的 那个紫光集团 对不对 那他们就是怎么样 大把钱大把钱的去抑注 那他输给你 他就是会给你啊 比较少见到是说输给你 然后钱压着不给你的状态 所以是说在很多问题上面 中国的一个施政的效率比较快 商业是一个定度也比较快 而他现在去跟什么 去跟印尼去做这个涅矿的合作啊 那是因为在2020年的一个全球报导里面了 印尼的涅矿的含量啊 是占了全球产能的31% 并且拥有四分之一的总储量 所以是说很多国家都纷纷去印尼里面去设厂 但是还是这个要点在 中国可以提炼出来的精度跟纯度啊 是超越其他国家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啊 别人进去 他会取得一样的就算取得一模一样的矿场 但是呢 你提炼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的成本就变成天差地别 中国可能我偷10块钱进去 我可以产出10块钱的涅矿 但是呢 其他国家偷10块钱进去 他可能只得到3块钱的涅矿 或是5块钱的涅矿 那么你的成本优势就变得 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状况啊 还包含了什么 那个澳洲啊 或者是新克里多尼亚 巴西还有美国的涅矿和孤矿啊 都纷纷的宣布倒闭 为什么 因为你挖出来不是你挖不到这些矿 而是你挖出来 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精炼它 如果你没办法好好的精炼它 那么你挖出来都是基本上都是浪费 所以是说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对中国电动车发展的 他在未来不只是现在 他在未来他的一个优势啊是非常强大的 也就是说中国他的一个汽车产业 现在是说像小米那个小米的老板雷军的 他说他卖一台小米汽车就赔6万块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他因为电池的价格下降 导致他的利润上升 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一台电动车里面电池是他的核心 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是核心 但是呢 当中国可以做到你晶片自散自销 也包含电池的成本大幅下降 那么对整体的竞争业来说啊 中国是这样非常大的优势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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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